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防止这个碧玉在夏天金干黑服的一个方法 那么就是不要往上面浇水 往这个托盘里面浇水 这样 把这个托盘的水给它加满 等到这个托盘里面的水全部干了之后 再重复这样操作 这样操作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它底下会把这个水给吸上去 但是这个盆土表面这个土它是比较干燥的 比较干燥 那么它的这个金干就不容易黑服 密切就是在这里 是不是很简单 一会儿的功夫 这个水就少了大概三分之二 因为都被这个土给吸上去了 就相当于换了一种方式浇水 除了这样浇水以外 还要把它放在比较通风的地方 那么就能有效的预防它黑服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我